今天我们要讲述的人物是 颜连科 车行驶在北京北三环的路上 颜连科穿了一件黑色衬衣 摸了摸肚子说 疫情期间都长胖了 这是我第二次采访颜连科 因为他的新散文集《他们》 和作品中表现出的冷峻不同 现实中的颜连科 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他显示出极大的真诚 讲话声音很轻 语速也不快 带着河南口音 甚至在他的眼神里 你也看不到任何灵力 颜连科来北京已经三十年了 他看向窗外说 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城市 你不来的时候非常想来 来的时候你不爱他 叫你走 你也离不开 车窗外出下的北京 阳光像是一把刀 想拼命刺透疫情带来的沉闷 写作了一生 出版了多部长篇 短篇小说和散文集 是第二位拿到卡夫卡国际文学奖的亚洲作家 也被认为是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 然而来到生命的62岁 颜连科很坦诚地说 自己老了 死亡也已经踏着稳定的步伐走过来 感觉奋斗了一生 没有任何成就 也还没有写出自己心中的那一本小说 唯一有一点安慰的是这一生还比较努力 有明确的目标 一步步不停脚地往前走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颜连科的一生 那就是逃离 从农村到镇上 从镇上到县城 从县城到洛阳 从洛阳到省惠郑州 最后到北京到香港 他还想逃得更远 1958年 颜连科出生于中原的一个偏穷的村落 河南松县田湖村 在这个情感紧密的家庭里 有他的父母 两个姐姐 还有他的哥哥 父母是农民 这让颜连科从童年时期 就体会着乡村和土地带来的滋味 那是无趣与疲惫 单调与乏味 上学之余 他下田割草 喂猪 放牛 生活中的一部分 被永不间断的饥饿和疲惫缠绕 在散文集他们中 颜连科回忆了一次 和二姐拉眉的经历 由于父亲有哮喘 寒冬腊月 颜连科和二姐两位少年 需要承担为一家人拉眉的工作 深夜出发 深夜才能回 来回要走一百六十里 回家路上 两少年拉着五百斤的煤 在漆黑的夜路上走着 累得 每走十分钟 就要休息十五分钟 这种劳累 差点将人压垮 在那样的时刻 颜连科写道 做人出力 实在是一桩糟糕的事 而正是在路途的歇息中 二姐第一次和她聊起未来 并且很认真的对她说 你是男娃 你要努力离开家 很小的时候 颜连科就知道 自己以后一定不能像父亲那样 她想到城里去 她不想跟父亲一样 一辈子种地 十二三岁的时候 她一个人骑自行车 一百二十多里路 从她出生就待在里面的村庄 到洛阳去 其实她刚学会骑车没多久 骑不太明白 骑车磨来磨去 把她大腿内侧磨掉了两大块皮 后来她问人怎么办 别人告诉她 把鼻涕抹上去 一会儿就好了 她想都没想就照做了 洛阳曾经是 颜连科对城市的想象 这里有很多人 大家都穿得漂亮 也有三四层的高楼 更直观的是 洛阳城里有路灯 城市就显得亮堂 那个时候的农村 还是没有电的 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了一颗种子 我一定要到城里去 颜连科回忆 走在洛阳的大街上 颜连科看着城里人家的窗户 忽闪忽闪地亮着灯 窗户里略过一个个人影 她想着 这扇窗户肯定是我家 她想着自己一定要在这里找个对象 想离开村庄 对于颜连科来说 一共有两条路 一是考学考出去 一是去当兵 77年高考 她没考上 想出去只剩下当兵一条路 16岁的时候 她通过了体检和审查 得到了当兵的机会 临到走的时候 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 觉得太小 不让去 她就继续读了高中 再动要去当兵的念头 颜连科已经二十周岁了 再不去当兵 就没机会了 母亲也知道这情况 就让她去了 用母亲的话 去撞一撞大运 撞一撞命运 离家的前夜 颜连科在村里深冬的寒夜间 一夜未眠 家门口那条小河的结冰声 刺骨地响在耳边 和村落上空的寂静里 在这个声音里 她起床到父亲的床前去道别 爹 我走了 在她文学钻石一般的我与父辈里 颜连科记录道 父亲从被窝里伸出她枯黄如柴的手 把我的手捏在她的手里 喘喘吁吁嘘嘱咐道 走吧你 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颜连科说 自己命运比较好 恰好撞上了命运中间的大门 就此离开了 和乡村的空苦一样 给颜连科带来冲击的是书籍的世界 大姐的床头被她称为 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 颜连科小时候 大姐身体不好 辍学在家 躺在床上 读了那时候 她能在乡村找到的 所有印刷品 野火春风 窦谷城 灵海雪原 烈火金刚等红色经典 都是在那个时候读到的 有一天 颜连科在大姐的床头 读到了张康康的长篇小说 《分界线》 很多年以后 她早已记不清 那本书讲了什么故事 但那本书封底的内容提要 却至关重要 那上面写着 知青张康康 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 因为去了哈尔滨出版社 改书稿 张康康在小说出版之后 离开北大荒 留在了哈尔滨 这个命运转折的故事 让颜连科猛得一惊 原来 写出这样一部书来 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 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 1975年前后 颜连科写作的念头 盲动了 写一部长篇小说 到城里去出版 掉进城里 她就可以离开土地了 写小说的这条路 某种程度上 也是母亲帮忙决定的 在部队的时候 她的第一个短片 发表于1979年 拿到 让人激动和兴奋的八元搞仇 她用其中的两元 买了糖和香烟 送给了部队的连长 排长和战友们 剩下的六元 被她和三个月的津贴凑在一起 一共二十元 寄回了家里 让生病的父亲买药吃 1985年 颜连科在军队的杂志 昆仑上 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 小村小河 刊物寄回家 拿了八百块稿费 母亲拿住那个刊物 说 这没多少字就这么多钱 你可以干这个事情啊 风也吹不着 雨也淋不着 你在屋里一写 就挣这么多钱 颜连科现在都觉得 母亲这话说得实在 实际上 拿到这么多钱 她也兴奋 在1985年 八百块 着实不是一笔小数目 颜连科看着自己的稿费 第一次觉得 写小说非常值得 洛阳只是颜连科人生中的驿站 几年后 颜连科来北京修改小说 北京这么的大 天安门 我天 这么的宽广 在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几圈 她又觉得 天安门的城楼 没想象中的那么高 其实也没电视上 看起来那么红光闪闪 成为作家和一心仕途 两种想法 一直在颜连科的身上 纠结和博弈 最后 成名成家的理想 占了上风 1989年 她最终决定要从事文学 便毅然去北京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做加班上学了 接受《十点人物志》采访的时候 颜连科讲了一个对她而言很重要 却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时刻 有一次 她一个人坐车到天安门广场 到了黄昏的时候 从天安门广场开始往卫宫村走 一个人走在漫漫的长安街上 非常茫然 像榆莲来到巴黎一样 没有任何目的 从黄昏一直走到夜深人静 那种孤独感 那种渺小感 那种寂寞感 让你觉得 一个人面对着这个世界 面对着这个社会 真是卑微脆弱到 像是一滴水 这时候 人的内心受到了伤害 多年后 颜连科如此回忆 正是这种时刻 文学诞生了 我想写小说 我想写的小说 不来自于任何生活故事 而来自于无数毛茸茸的念头 他在这儿碰撞碰撞 直到我去写它 我开始拼命讲故事 讲故事 因为突然意识到 一个人的渺小 只能加重 个人奋斗的努力 在北京 一待就是三十年 1991年 颜连科从军艺毕业 因为长期服案写作 他患上了腰椎肩盘突出症 和颈椎病 从此开始四处求医 数年不休 每天连吃饭 都要老婆端到床边去 躺在床上 颜连科极其伤感 生病让他联想到死亡 姐姐从小身体不好 父亲也因为疾病走得过早 因此他为疾病会时常落泪 在伤感中 他开始再次阅读 卡夫卡 胡安 罗尔夫等作家的作品 这次崭新的阅读体验 击中了颜连科 他的小说一下子 从某一种现实生活 走进了某一种生命和想象 接着他就趴在床上 和羊躺在一家残联工厂 为他特殊设计的写作椅 和写作架上 写出了中篇小说 黄金洞 年月日 爬楼天歌 和长篇小说 日光流年 我想 那一段 是我写作最好的时候 想象力 身体 也有那种激情 每部小说 还都是很有价值 颜连科 对《十点人物志》表示 随后 他的写作 却陷入了 长达七八年的徘徊期 甚至一度怀疑 写作的意义 和自己的能力 在这样的状态中 颜连科遇到了 七一一号园 拥有了 如梭罗在瓦尔登湖 那样的寂静时光 在北京西南四环 有一个近千亩的 野园绿地 遗落在 三千万人口密集的城市 叫做 花香森林公园 园子里 丁香片片 静无直道 曲弯有致 颜连科后来称之为 七一一号园 十一年前 在一个炎热的六月 颜连科无意中 踏入这片园子 立刻被一望无际的 绿色触动 野生的丁香树林 在六月盛夏中 散发的凉气 如同冰块 对酷热的争斗 他用了几十分钟 在园子里走了一圈 做出一个重大决定 经其所有积蓄 还借了钱 租下一块土地和房子 在这里 他自己种菜 雨后 去附近的森林里 采蘑菇 像小时候一样 观察蚂蚁 听蚕和蟋蟀的歌声 森林里 还有一片湖水 可以乘坐 自己建造的木筏 在湖面上野餐 如他所说 度过了人生中 最奢靡的 失欺人生 安静的生活 不只带来 实际的愉悦 也帮助颜连科 想通了 关于写作中的 很多问题 之前 有的小说 颜连科 会刻意收着自己 如果放到今天 我能把它写得 非常非常地疯狂 非常非常地好 一定不是那么保守 搬到711号圆后 他渐渐想通了 我一想 我都这么大年龄了 50岁的人了 孩子们也工作了 什么都很好 也不需要这点东西了 那就想怎么写 就怎么写吧 总而言之 50岁之后的颜连科 在写作上 更自由了 似乎把自己 全部的写作能量 都释放了出来 也进入了 创作的 又一个爆发期 62岁的颜连科 过着极自律的生活 每天晚上 10点左右睡觉 早上6点半左右醒来 洗漱吃饭后 7点坐在书桌前 开始写作 早上7点左右 到10点 是他的工作时间 每天都要手写2000字 能避免的应酬和饭局 一概避免 避免不了的 比如为了新书他们 而接受采访 他希望都能安排 在下午和晚上 在一天的2000字 写完之后 如果这件事没做 下午即便去见 多好的朋友 心里确实都有点 小不舒服 颜连科 颜连科一直渴望 喜欢这样规律的日子 远离乱糟糟的生活 在北京 颜连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 意外的 让你去思考的事情 这种过多的信息 过多的意外 总让人想要逃离 对一个作家来说 写不完的故事 不是一个好事情 我们的社会节奏太快 故事太多 作家受故事压迫 就像满地黄金 你不知道哪一块更好 也不能把它们都带走 颜连科的故事 都来自河南松县 田湖村的这片土地上 他写的始终是这片土地 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关于父亲和母亲 他曾描述到 父亲的勤劳和忍耐 给他的子女们 树立着人生的榜样 母亲的节俭 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 让我们兄弟姐妹 过早地感受到了 一种人生的艰辛 和生命的世俗而美好 这样的情感 被颜连科视为 一生的巨大财富 和写作时 用之不竭的 情感的库房 在最新散文集《她们》中 他将目光 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女性 写她们哭 写她们笑 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 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 他写了自己的大姐 一位善良 隐忍的女性 为了让家人 第一次喝上汽水 卖掉了自己 齐腰的辫子 前半生 把全部精力 花在讲台 孩子身上 退休后 却患上了 终身难遇的抑郁症 也写了自己的一位表姐 因为逝税 被夫家认为不能干活 百般刁难 最后被退婚 多年后 盐连科意外得知 逝税症 不过是神经被压迫 只需要针灸几次 就能治愈的常见病 但此时 表姐早已和家族不再联系 不知人在何妨 小姑是对盐连科 影响非常深的一个女性 在那个包办婚姻的年代 自由恋爱 远嫁他想 在他们中 盐连科写道 每个周末或者暑假 他都要徒步四十里 去小姑家割草 喂牛 下河可以捉螃蟹 割草的时候 可以上树掏鸟窝 而且每天都能吃到 馒头和油条 偶尔还有焦黄 且脆软的油条吃 小姑对孩子们婚姻的唯一要求是 儿子们一定要进城 到繁华热闹 好挣钱的地方去 女儿即便不能嫁到城里去 找到婆家 离公路也要近一些 而她自己 却像无数 那个年代的妇女一样 一个人守在老家 盐连科多次尝试 将小姑接到家里 和母亲一块住 但小姑坚决不回 坚决守着 那一片坟地 我走了 你姑父咋办呢 而就连盐连科的母亲 也无法离开那片土地 每次来北京的家中 住够一个月 就一定要回到 那个她熟悉的村庄去 带着对那片土地 和人们深沉的理解 盐连科写下了这些文字 我经常说 每一个人离开土地之后 你一定要去理解那一块土地 但你不能要求 那一块土地上 永远守在那里的人 理解你 你一定要去理解他们 在北京 盐连科和老伴 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 一大家子人 这样的人间烟火气 让思想忧郁低沉的作家 盐连科 感觉到活着的意义 如果离开妻子孩子 真的会彻底走到虚无理 走不出来 他们是需要我的 而文学 其实没必要 一定需要你 盐连科 就像被放飞的风筝 亲人就是牵着 盐连科的那条线 盐连科觉得 自己是个老人了 已经不再畏惧 谈论死亡 去年10月17日 他的好友 瑞典人 马月然 刻然尝试 马月然 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 是最让盐连科羡慕的 如果可以的话 盐连科设想 人生最好的结局 是这样的 像赛林格一样 逃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一个像 博尔赫斯那样的图书馆 十分之一大就可以 每天坐在那儿 像纳伯科夫一样 看看蝴蝶 看看小鸟 如果有一天 像我们熟悉 马月然老师那样 从说完最后一句话 到离开 一共四秒 头一歪 人就走了 这是我 最渴望的事情 盐连科说 但他还没有停止 自己的脚步 因为他还没有写出 自己心目中的 那一本小说 虽然还没有找到 合适的角度和方法 盐连科至少相信 自己的路 还没有走到尽头 还没有江郎才进 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多 我无法超越 但我不能不做 这种努力 你一生的写作 不是写别人 而是写自己 当你把自己 真真实实地 解剖开的时候 那可能 是你最后一部小说 那是你对这个世界 最好的告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